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赵云 今天是2019年的8月2号 我背后这张照片已经有日子了 我为什么选这张照片呢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跟我今天要说的话题有关 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用这张照片穿这个衣服 现在又是新闻发言司的司长 司长,司长 司长,那既然是司长 我们就不要看死脸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就是华春莹 华春莹在8月2号上就中美苏三国的中导协议 美国退出发表看法 他说还都是那一套八股文的话 共产党的官话 一点色彩、魅力都没有 充其量就会呵呵,别的不会 真的是作为一个大国 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有失体统,有失中国人的脸面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们有权的这个这样讲话 看到他代表外交部,代表中国人 对全世界发表各种各样的声明 大家都觉得是个肖 那今天要说的还是说,华春最近这个春风得野 从中央党校 毕业以后 回到外交部就被认 外交部最为重要的一个 司机器单位的负责人 就是西文斯司长 前天我给大家说了 他透露了中美贸易战 为什么移失上海 转到上海 就是30号、31号 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和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鲁钦 为什么去这个上海而不在北京 那我给大家讲了 他私底现在跟这个中国日报 蔡大利的记者说 他们希望呢 他们希望能够挪到上海以后 按照政治对等的原则 美国也能把贸易谈判移出华尔顿 去跟上海的友好城市 旧金山、芝加哥 甚至是这个夏威夷 夏威夷还不是友好城市 等城市呢 能够这个 去举行 第13轮的中美贸易谈判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说 这个美国已经放弃这个12轮 首先在华盛顿举行的权力 完了 11轮是在北京嘛 那他又再去这个上海 再去上海 那回到这个美国这一轮 是不是要放弃华尔顿呢 我们昨天看到啊 美国现在坚持原则 不肯 在华尔顿之外 至少是现在还没有迹象 同意在华尔顿之外 搞贸易谈判 那么中国此举呢 我给大家说了啊 主要是为了 防止 访民 这个 拦教告语状 拦教送建设性意见 拦教建议国家领导人尽快的解决 访民的问题 那事后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在8月18号 美国的华尔顿 DC联邦法院 已经做出了严肃的判决 这个判决是尊重 DC 14个访民当中挑出 50多个访民 不是访民 公民 挑出的14个人 14个人当中有12个人 有投票权 两个人呢 这个作为备选 那庄严地做出了 美国国务院 外国国务院保护司 和白宫特勤局 通过 美国的 联邦 检控官 控告王成彦 骚扰 和恐吓 中国政府官员的样子 败诉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历史性的胜利 这个话我们过去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今天不再多讲 那我们要说的是 那再来华盛顿这个消息 或出华盛顿这个消息 是谁告诉我 就是 背后这个照片的主任 那今天呢 8月4号 这两天 非常感谢 外交部新闻发言司的这个 司长 华盈春 女士 又告诉我们一个 更新的 大家更愿意听的新闻 那就是 中国驻美国全权特命大使 崔田凯 崔田凯 特别能填 崔田凯 先生 由于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按照 外交部长王毅的 战狼外交思想 坚决贯彻了王毅的战狼外交思想 是中美的 中方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打获全胜 这个 致使呢 他就可以连生 崔大使一个副部级 副部级的干嘛 直接跨越到这个副部级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的这个位置 这是原来他的打算 原来他的打算 那这是他在任大使期间 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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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说这样是戴眼上的 最成功的 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他在这个 美国 华尔顿DC给美国政府 国务院 巨大的压力 让美国国务院 几乎忘记了美国的法律 几乎忘记美国的法律 外国官员保护司 通过DC联邦 检控官 起诉了中国访民 若干人 那在过去的起诉当中 由于这个访民啊 大家对法律 美国的法律的认识 不是很清楚 所以大多呢 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那么呢 这个都以这个 蓝车 蓝车 送信告一状 都以这个认 认罚的方式 扫公园来结束 获罚款的方式 来结束了这个 在DC联邦法院 和DC 这个地区法院的诉讼 这次由于王春彦 即上次2017年4月初 在佛罗里达 不认罪 这是第二次不认罪 再次的上诉 那么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大使 全权特命大使 崔天凯 舔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很能舔 只管领导人的事 不管中国老外星 在国外的死活 也不贯彻 习近平主席 对访民的批示 也不贯彻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的批示 让国外的访民 到大使馆 有在家的感觉 根本不管不顾 从来也不肯见 这也是他的这个 把外交战狼 战狼思想的外 就说咬嘴 把战狼 外交思想的这个 打法和斗法 也拿出来 跟中国大陆在海外的方面斗 这是他 这个斗来斗去的结果呢 让美国国务院 在美国人民的监督下败诉 这也是他在任期间 第二大 第二大 这个功绩 第二大的 所以 仅限于 崔天凯先生 这两项特别的功绩 崔天凯先生 不仅 回到中国 大陆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任不着 任不着 这取代王毅 任不着 大家听着这个消息 广播是真的假的 这个 我也听到 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个 非常好玩 他两项功绩 历史功绩 一个中美贸易战 战狼思想赢了 把川普那斗的这个 急得团团转 一会儿给中国加点岁 两会儿给中国加点岁 现在有3000亿 再加10% 还有15%没加完 这都是他的功绩 那中美关系呢 这个 搞成目前这个样 崔天凯是功劳大大 那 这个访民的问题 两个国家领导人批示 崔天凯坚决 顶着 不办 而且还让美国法院起诉访民 这个非常配合两个最高领导 那么 那么 建于党内 党内不同派别的 这个 权力的争夺 在这个 旅行 驻美大使期间 把中美关系搞得如此之好的 如此之好的 那 崔天凯 回去要受到 提拔 把这个访民 踩的 把这个美国政府搞得 只要进行自己的结构性改革了 结构性改革 就是朝着暴力专制这个方向改革 几乎都把国务院快逼疯了 非常有功 战狼思想非常到位 所以呢 这个 回去也要提拔 基于这两项 这是哪来的消息呢 就是 我们背困这个没脸没皮的 没脸没皮的 新闻思思的 华一春传过来的消息 很有意思 我们再看看这个 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员 多都是法盲 多都是法盲 我们再看看崔天凯 在2号 发表在 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已经被这个 大外宣购买了 新闻周刊上的文章 谈到这个香港一国两制的问题 坚持一国两制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其中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最有意思 同时 外界一些关于一国两制的错误认识 必须加以重情 首先 两制存在于一国之内 一国之内 没错 是由中国宪法规定和保障 这句话就太重要了 脱离一国两制来 妄议两制是站不住脚的 脱一国两制 来妄议两制是站不住脚的 企图一两制质疑一国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裂 谁想分裂你 你把香港送给美国 美国都不会要 为什么 因为美国没这个爱好 没这个爱好 但是崔天凯的当中提到 提到这个 两制存在于一国之内 是由中国宪法规定和保障的 这一条我们必须说 中国宪法规定 比这个还重要 你对中国宪法规定一国两制 才涉及七百万人的利益 中国宪法规定 涉及十四亿人的利益 也涉及香港人七百万人的利益 那就是一人一票 选及领导人 这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 十八岁以上 每个公民都有权利 每个公民都有权利 那请问这个崔天凯大使 回去就叫崔部长 崔外 崔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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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能崔的外长 您知道宪法还有这条内容吗 如果您不知道的话 那我今天告诉你 中国宪法还有这条内容 如果你想让一国两制在香港 就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 大陆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完整的 完整的 不受侵犯 不受践踏 能够这个坚持下去的话 您愿意把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权利 这个还给 中国每一位公民 也这个送给香港七百万 七百万人 您愿意 你别那个拿宪法断章取义 只说这一段对你有利的 对你专制度才有利的 而不说那一段 这个对人民有利的 那你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这个宪法 叫选择性的使用宪法 宪法必须完整性的使用 才称其为宪法 当然宪法也从来没被使用过 从中国大陆建政那天开始很少 几乎没有被使用 这就是我们对8月2号 崔天凯做的文章的一个评论和批判 但是呢 就这样的法盲 就这样的法盲 据这个 说 崔天凯和王毅的财产 在美国银行和瑞士银行存的财产 也是欢迎说出来 跟那个记者说 这个我不能再说China Daily了 因为那天说完以后呢 China Daily那个记者呢 就被打电话通知 电话不说你赶紧过来 你把我说的秘密写出去了 我这被领导批判了 所以这个 我也不能说这家报纸的名字 也不能说这个记者 记者在哪家机构工作 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不说 那王毅和这个崔天凯的财产 将按照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 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率先的将被鼓勾了 别着急 快了 快了 就这个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 当然崔天凯 你当不上这个部长 你当不上这个外交部长 你就找江宇 找不是江宇 江宇是前几个新华人 找花英 花春莹去算账 这事你跟他算正好 因为他给你先例 那你能不能当上 我认为你是当不上 因为这两件事 不是你升官发财的 最好的这个奠基石 而是你走 走华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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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路径 也是你的花天路 你将栽在这两件事上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